我认为航空公司确实在摩拳擦涨跃欲试了 埃里克鉴于油价下跌 进润率得到快速增长 但一些大型航空公司股票依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投资者们在寻求某些更多的回报吗 美国航空业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很多航空企业曾经破产过 之后也经历了重组的过程 这使得投资者们持有谨慎的态度 导致投资增长缓慢 因为尽管财务数据表现积极 他们也害怕幸存下来的公司再次遭遇破产 接着让我们来更详细地了解有关投资方面 航空公司的收益增长 并没有让他们降低服务收费 也就是说消费者们没有因此获得任何的好处 航空公司对此有何解释呢 他们是否在进行额外的投资 如果是 那么当前是否是合适的时候 我认为航空公司确实在摩拳擦掌跃欲试了 事实上有一种他们推出的 称之为燃油附加费的费用 至今都没有缩减 仍然包括在机票的价格之中 除非他们感到有竞争的压力 否则不太可能降低 而事实上 欧洲和美国市场 各个大型的航空集团之间 并不是真的在竞争 相反 他们还是合作伙伴 我们是无法期待 他们会降低飞行收费 不过 欧洲已经涌现价格竞争的苗头 而美国目前 尚没有看到任何相关的迹象 韩极竞争 这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阿维隆飞机租赁公司 很快就将从其新的母公司那里 获得12.5亿美元注资 一开始业务扩张 以及参与行业竞争 那么您认为 这对于地区的航空公司发展 意味着什么呢 我并不认为 这两个市场是相互关联的 一方面来说 租赁公司被视为资金的避风港 您在银行存款 无法获得的利润 在投资这些企业的稳健资产中可以赚取 有一些航空公司破产了 但飞机租赁企业的利润没有受到影响 这相当于一种银行账户储蓄的替代性投资 投资租赁公司给您带来了一定的利润 而存款在银行却没有任何利润 甚至有时候您还不得不为此支付利息 飞机租赁公司提供的机型 与地区性航空公司的飞机不同 地区性的航空业务竞争非常激烈 因为距离并不远 市场份额有时候会被陆地运输方式所占据 这样的地区性企业很难获得很好的利润 除非您使用的是廉价的退役飞机 如果公司选择的是一些不流行的飞行线路 那么新飞机则是很难能够获得收益 比如说一些区域性航空公司的廉价飞机 也许他们很难进入热门航线的大型航站楼 因为他们要面临着大型航空公司的竞争 最后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 未来行业竞争会呈现怎样的趋势呢 预计未来前景有积极也有消极的方面 石油价格走跌 未来前景看起来不错 市场注册飞机的数量预计很快将会超量 这将能够降低消费者的开支 而不利的方面在于 各大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 总是会有起伏的时刻 但唯一的问题在于 什么时候会陷入低潮期 公司会如何应对低潮期 积极的方面还包括这样一个事实 即人们喜欢旅游 现在越来越多的游客 也助于改善该行业的发展 这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积极方面 埃里克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分享 非常荣幸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